在这个春秋战国到汉 这都席地儿座 这时候人那个座姿是记 坐在脚跟上 对 那个座姿就这样的 对 这叫座 是吧 但实际上你们觉得这是贵 但这才是贵 对 这是座 叫记座 只有这个座姿才符合礼仪 因为那个时候里面的裤子是不收当的 所以当你会座的时候 父母就不教你这么做 除了这个座姿 所有都不符合礼仪 这我突然想起 我们在拍孔子的时候 孙春发先生 他就是因为他演孔子 他一直这么坐着 然后他说 哎呀 我的腿 我这么坐 我觉得五秒钟我都疼得不得了 他说怎么办 问有没有办法 我说没有办法 只能升座 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坐着 他就每天在 就是那个石头地啊 水泥地啊 各种地他就这么坐 然后导演就说 孙春发哥你可以起来了 就不拍的时候你休息休息 孙春发说 我必须把我的膝盖练成铁膝盖 才能够让我在所有的戏里面 我可以心无旁骛地去演 我觉得从那也可以看到 我其实教学相掌 我在教他们礼仪 同时我在学习他的 做一个演员的这个敬业精神 好玩啊 这两个基本案是 是